接下來我為了發表我的白飯仔槓 網路創意系統 那時候我又做了一個示範 因為我那時候找到一個更好的更便宜的流量來源 然後我那時候測試了八天 然後那時候我就錄了一支影片叫 八天收集超過八百個名單 然後我那時候特別錄了一支影片 然後每一個人訂閱我的電子報的時候 系統就會發一封信到我的信箱來 結果我有八百封 八百多封的信 然後全部把它放在一個資料夾 然後用影片的方式讓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大概平均不到十分鐘就一個人訂閱我的電子報 這是完全沒有辦法做假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也秀給大家看我的後台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照這個速度下去 我十天就可以收集到一千個名單 這個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成效了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啊 你一般來講 你的電子報訂戶有超過一千個 你在網路行銷裡頭 個人的網路行銷族群裡頭 你已經算是中咖了 你算是不錯了 絕對不是初學者 如果我今天啊 可以在 可以在十天內收集到一千個名單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十天內 把一個人就直接塑造成高手的形象 那如果我拿這一套技巧去交給你 或交給少數人 那你也同樣可以複製我的成功